- 要好嗎? - 拿來中國的技術 - 我說中國的冥王金山里 - 動得我那些心一生不想才算過關 - 拿手特別穩了 - 別出不了標也不會有一個人在撒上 -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 首先先恭喜我們台灣的棒球 - 終於在睽違三十幾年後 - 又取得了進入世界冠軍棒球賽的資格了 - 無論是前幾名 - 我相信中共國肯定都會出來蹭 - 這是咱們中國的驕傲,是咱們中華民族的驕傲 - 所謂的中華隊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 - 昨天他們宣布自從十月三十號開始 - 開放日本公民進入中國免簽三十天 - 而根據北京的旅遊業者表示 - 接貨到很大一部分的訂單是來自 - 已經入籍日本的中國人所謂的華僑 - 而這個消息讓非常多的小粉紅不爽 - 表示為什麼咱們沒有免簽日本 - 我們非常痛恨日本的 - 我們也想要去日本糟蹋糟蹋 - 日本人卻可以免簽來中國給我們糟蹋糟蹋 - 非常的不公平 -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搞笑的留言 - 中日世代友好,攜手共進 - 中日友好,合作共贏 - 請問廈門的球迷同意嗎? - 我們對別人免簽嗎? - 全球免簽不遠啦 - 免簽不是應該互相禮讓的嗎? - 強烈呼應,不對日本和印尼免簽 - 日本人在中國的很少嗎? - 很難理解誰做出對日免簽的決定 - 為什麼要免簽呢? - 他們沒有對中國免簽啊 - 日本也對大部分的中國城市免簽了 - 然後有人回答 - 港澳台嗎? - 喔,OKOK - 台灣又是你的了,是不是? - 我是覺得這樣啦 - 希望懂日語的朋友 - 可以多到日本的社交平台去發文 - 表示小粉紅的仇中立場跟言論行為 - 從針對各種穿和服破防啊 - 還要把他們抓去公安局 - 對日本小學生行兇 - 一次得逞了,一次沒得逞 - 所以真的提醒一下 - 中國各地真的是一堆張憲宗事件啊 - 這幾天又一堆GTA真人版 - 我這幾天是懶得在報導太多了 - 上個禮拜 - 中日足球大賽 - 一堆粉紅包圍日本球迷對吧? - 包圍日本人 - 還有不尊重日本國歌 - 在現場舉共產黨的旗幟 - 揮舞 - 更拿雷射筆照日本球員的眼睛 - 還派人去日本球隊的飯店外面 - 半夜宣華吵鬧 - 打擾他們休息 - 影響他們隔天的表現 - 如果實在不行啊 - 你們就把我接下來要放的影片 - 錄下來啊 - 螢幕錄影 - 放去日文的這個大翻譯平台 -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哈 -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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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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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就可以讓你們小粉紅非常開心 - 這樣的影片就可以賺流量了 - 小粉紅如果你們這麼氣 - 我是建議你們去天安門中南海抗議啊 - 這個決定是習近平在與日本首相 - 使破貓會談之後 - 提出來的政策 - 所以你們趕站廈門的體育館包圍日本人 - 還說這個日本人是漢奸 - 你們怎麼不包圍中南海說習近平是漢奸 - 誰 - 開放對日本公民的免簽 - 誰有這個決定權 - 啊不就習近平嘛 - 那如果你們這麼恨的話 - 請你去打倒他 - 還有一個很打臉的小粉紅文章 - 我真的是看了都覺得很尷尬 - 笑死了 - 擴大多少國單方面免簽了 - 就是不給日本免簽 - 日本還繼續催用第三國過境免簽 - 當免簽自我安慰好了 - 我還是那句話 - 現在秩序是西方主導 - 給歐盟國家單方面的免簽 - 是有助於經濟交流 - 是有利可圖的 - 給韓國一年限制的免簽 - 也是因為韓國有拉攏的餘地 - 加上韓國可支配收入是日本的1.6倍 - 吸引韓國遊客也可以帶動地方經濟 - 日本你算個牢幾的 - 日本你繼續催吧 - 還是要承認現實呢 - 日本已經是一個日落西山的 - 準發展中國家了 - 地不算西方國家 - 也沒有統戰的必要 - 日本遊客也扣扣嗖嗖的 - 來中國住親旅吃路邊攤 - 對旅遊沒有任何的幫助 - 日本就不配拿到中國單方面的免簽 - 然後昨天習近平宣布 - 對日本公民免簽 - 要不要出來嗆聲一下 - 所以我還是那句話啦 - 小粉紅的認知配得上他們的苦難 - 而現在有非常多的中國網友抓包 - 前幾個禮拜在珠海舉辦的航天展 - 共軍作假的事情 - 原來是共軍先讓記者測試手穩不穩 - 可不可以挑戰這個駕駛飛機那個手穩不穩 - 結果記者很快就失敗了 - 輪到共軍飛官的時候 - 哇手穩如泰山一個警報都沒想 - 他們測試的那個很像 - 我們以前在夜市玩的那個 - 有兩個鐵條 - 然後你拿著一根鐵棍 - 然後繞著那個鐵條 - 不能碰到那個鐵棍有沒有 - 你碰到就有電流 - 你有這個電流你挑戰就失敗 - 以這個來測試手穩的程度 - 大家應該小時候都玩過吧 - 結果沒想到輪到飛官測試的時候啊 - 一次就過 - 為什麼 - 因為根本沒插電啊 -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這個造假的片段哦 - 動得我的電信一聲不響才算過關 - 現在就小了 - 這麼多吵多少吵 - 手特別穩 - 連吹不到邊也不會有人在撒聲 - 這麼多吵 - 所以我說真的啊 - 你不尷尬都天下無敵 - 只要臉皮夠厚 - 沒有什麼好該不尷尬的 - 現場圍觀的民眾跟記者也都在裝傻 - 即使吹牛逼 - 誰都知道中共那塊遮羞布 - 但誰都不敢撕開 - 這大概就是先前我們台灣退休軍官 - 跑過去讚揚中共的軍力一樣 - 非常的搞笑 - 請問你是當解放軍還是當中華民國國軍啊? - 你聽命的是軍委主席習近平的命令 - 還是中華民國的三軍統順總統啊? - 而我們同樣可以看見啊 - 在中國的這個駐外航天展啊 - 中共自催的科技也是直接現場翻車 - 當然也是沒有任何的律 laptop跟健功臺灣人去報道的事情 -這麼平戶... - 你要知道嗎? - 不得多松啊, milking呀 - 看中國的技術 - 這的叫技術啦 - 為人家算是平衡而反身的 - 流腦簡單就是這些 - 把他踢到典五個人的照片 - 嗯可是中國 那塊太粒好的了 - 你看呀, 鈍架、鈍架阿 你看,你看,穿紅燈固醬了 你又凶雞啊,你又凶雞啊 你又凶雞啊 當然不行啦 我還以為你中國人是甚麼王這麼厲害 我還打著 哇,現場的民眾真的是很嘴炮 結果,就有一個中國網友發文表示 如果戰爭到來,我先S貪官,再S村幹部,村惡霸 最後我才看外地 結果下面的網友回覆 你把村幹部跟惡霸,還有貪官S之後 你會發現戰爭結束了 什麼時候開幹? 我絕對支持你,不用等外敵 先完成兩項也是好樣的 而中國的經濟會在川普上台之後,持續下行 我們可以發現,最近的中國A股又快被打回原型了 都是在持續下滑的 那當然會有幾天是偶爾回升的 而這都是中國國家隊跟散戶的錢一直進場 而退場的都是大戶跟大資本還有外企 那到頭來,A股還不是只剩散戶的錢跟國家隊的錢 那散戶的錢你還不是被國家隊收割 那怎麼樣還不是左手借給右手 然後再營造一種你看,我有好多投資,我有好多商機 這種投資對發展技術,對國家,對產業來說有任何的實質幫助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中國一直在努力的把自己的產品或是人民幣 往南美洲這些國家推 但說實在話,你更應該關注的是要如何賣商品去人均比你更高的國家才對吧?這樣才賺得到錢吧? 你把商品賣去一些跟你自己經濟實力差不多的國家或是跟自己差不多窮的 甚至比你消費力更差的國家 那你還不是要降價賣?你有什麼利可圖嗎? 那你降價賣還不是苦了小粉紅的薪水 是吧?你降價賣公司的營收減少 營收減少從哪裡壓榨?不就從小粉紅人礦那邊壓榨嗎? 而且俄羅斯也不是個傻子 上個月就想跟你中國還有其他國家搞一個金磚貨幣 讓所有的金磚國家都可以用這個來交易貨幣 那他們的本金是什麼?肯定是換裡面這些國家相對最值錢的人民幣啊 然後你中國拿到一堆黃貶值的南美洲貨幣、非洲貨幣 還有這個被制裁很嚴重的俄羅斯貨幣 最後這些國家再把你的人民幣拿去換成美金 苦的還不是小粉紅各種的納稅錢 是吧? 近期啊,德州州長表示已經有告知一些在中國投資的德州廠商 希望他們可以盡快地從中國撤資 不然未來開打、關稅戰、貿易戰的時候啊 你會受非常大的影響 而更大的危害是你們會被中共拿捏 德州州長也禁止任何實體投資在中國 他在信中有寫到說呢 我只是德州投資實體 禁止對任何的中國國家基金進行新一輪的投資 如果你還有在中國有投資的話呢 必須在第一時間撤資 在今年七月份的時候啊 台灣在德州成立了第一個德州辦事處 那德州的州長當時就公開的表示 德州跟台灣是站在同一個陣線 而美國是一個共和國 中國也自稱是一個共和國 但是美國的共和國實際上每個州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相比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稱也是共和國的國家來說 這個地方的自由度是差距非常大的 所以可想而知啊 如果連地方都對中國是這麼強硬的 那中央政府共和黨川普上台之後對抗中共的態度會如何? 肯定是越來越強硬的對吧? 一定是比川普第一任還對習近平對中共更加的強硬 而針對川普公開表示在上台之後將對中共全國進行60%的關稅 中共在昨天召開記者會回應 這個行為會讓美國自己通膨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但問題是先前已經非常多的外媒爆料 大部分的中國廠商是願意自行吸收關稅成本的 降低公司的營收成本跟粉紅的工資 來換取進入歐美的市場 那比起所謂的通膨 你中國應該更擔心產能過剩 而這代表你目前還沒得到川普的嚴厲制裁前 在相對還比較軟性一點的民主黨執政時代 你還產能過剩 那川普上台之後你過剩的情況一定會更加嚴重 甚至翻倍那你還能消亡哪 最後還不是讓小粉紅降低薪水 讓小粉紅買單繼續擴大失業率 因為沒有需求工廠的生產線又要關掉好幾條 小粉紅又要貸款躺平稅網咖 是吧? 先前中國政府已經掏空小粉紅很多的納稅錢 去補貼一些這個企業繼續生產繼續製造 不管沒有外國客買你就給我充GDP 因為你這個生產我就可以算一個GDP 是吧?但實際上那些貨是賣不掉的 那那些錢又是小粉紅的納稅錢去補助了 不管是什麼錢消費稅全部通通都是 小粉紅你不要以為你沒有繳稅 你不要以為你薪水不到5000沒有辦法繳稅 你買的任何商品裡面都是稅 消費稅中國就10幾%了 好像10%還是12%吧? 只是它沒有寫在你們的發票所謂的小票上面 而正常的民主國家都會把稅寫在發票上面 但中國沒有 所以會讓你們覺得自己不是納稅人 自己消費無感 中國的經濟基本是沒有救了 對吧?你看民生物品在漲 只有高級品奢侈品或是防止車子在降 而這些又很多人是拿去投資的 你看窮人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而非食品類的廠商也越來越賺不到錢 那公司沒有錢的員工也沒有錢 那就更買不起民生物品了 所以習近平究竟想出了什麼辦法避免被美國制裁的呢? 有!他想到可以利用秘魯的前海港 習產地再轉到歐美去賣 結果川普團隊非常有先見之明 表示任何國家的港口出口出貨 中國的商品被當成白手套的話 該國全部被征跟中國一樣60%的關稅 那你說其他國家願意冒著這樣的風險 去幫助中共國嗎? 全世界的先進國家都漸漸的在與中共脫鉤 只有國民黨還想跟打敗自己的中共合作 限制還想搞什麼金門自由醫療特區 金門自由貿易示範區 你就讓金門給習近平洗產地 然後賣給歐美 被抓到全台灣跟你中共一起被制裁60%的關稅 不然這樣啦 我非常歡迎金門人自己舉行獨立公投 如果你們的集體意志是想要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同意 我尊重你們因為這是民主自由 但你不要又巴著我們給你大量的資源 你想要兩邊討好 然後讓台灣跟你一起被制裁 當然如果你們不是這樣的話 那你們要站出來我們才聽得到你的聲音 你看喔國民黨這麼想要回歸統一大陸 然後也常常講話講得模擬兩可 喔我說的同意是我們同意他對吧 OK啊既然是這樣 那你為什麼還給中共書寫 你不是更應該跟美國圍武 跟所有圍堵中共的勢力圍武 然後加速中共的滅亡 加快你回去南京領導整個大陸的日子 不是嗎 你怎麼還雪中送他呢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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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吧